昨天晚上,22号晚上,王春燕和蔡晓玲在中国大使馆情愿抗议 晚上大使馆闹鬼,闹鬼的过程怎么回事,让春燕给大家说一说 春燕昨天晚上三点多岁正乡的时候,大使馆一南一临 昨天晚上是这样的,大使馆报警,他报家警 跟警察说我们怎么恶毒啊,把那个横幅绑在他那个大使馆的后边那个门上 车库那个门上怎么怎么样的,不知道跟警察讲一些什么瞎话 因为我不懂得英格雷斯嘛,当时我一听警察就比例 说要逮着他就给铐起来就这样比的,我就觉得是戴手铐的 我一听,我睡得懵了,就是那个,因为昨天嘛,就是太热了,地热也挺热的 那个帐篷里嘛,窗户又不能打开,因为打开嘛,吹日还怕吹凉了 我们什么都没带,就是也怕冷,就是特闷 闷呢,哎呀,我们给头发也咕噜烂了,就是那样事儿的,哎呀,睡来睡去睡不着 后来我刚刚一睡着,他那个就是那个,就警察呢,就敲这个帐篷 我也不知道谁,我说读英格雷斯,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就说读英格雷斯 后来他就一直,我听说他是警察的意思 后来他就叫了大使馆的一个小伙儿,一个那个女的,经常 我已经给大家录下来了,那个女的,经常给他们当翻译的 他就是没说好话,我一听这样我就气愤死了 我说我是中国人,你告诉我,你成天教我们美帝怎么坏怎么怎么样 你告诉美国人来害我们中国人,害我们中国人的弟兄姐妹 你成天说美帝坏,美帝不好,美帝怎么怎么样的 你守着美帝,这个是美国国家特勤局 你守着特勤局,你贿赂特勤局 你找来特勤局来,害我这个流亡美国的,受冤屈的王春燕,蔡秀玲 我一听我就怒火上来了,我就气得我都不得了 我就说你家有没有老人,有没有孩子 你家有老人,有孩子,你这样的事都害我王春燕 老天都会咒诅你的,都会把你家全家人一边的抽进那个上访的路上 让你家老人孩子以后都得终身上房 你这不是属于害人吗?我当时就气怒了 我说你知不知道,我用肢体语言,我就跟那个警察说 我说你杀了我的弟弟,毛杀了我的弟弟,毛杀了我的妈妈 我抢了我的房子,我说抢了我的house 我没办法了,我流亡美国,我就要向你抗议 我就这样的说,给警察说 完了之后呢,他也不给翻译,这样的话他肯定不会给翻译 但警察就听到了,我说你真是不要脸的东西 你害人,后来他这个女的说 这个女的说的,你那事是发生在中国 我们这是在美国,听你们说,他说这事是在美国 他不管,你回中国去,就这样的 他说这样的话,这中国人他太不要脸了 这个女的,这个女的瞪了一下 几次,我看见他四五次跟报家警 跟美国人就来害我们了,就这个女的 后来呢,那个小男孩说,那个小男孩 那个小男孩说,这不是我,不是我挂的横幅 是那个,就是,是一个穿白衣服的 跟着折腾好长时间 因为我,我,我没那个出去 他们也是一直在飙着呢,可能是 意思是说我没出那个帐篷啊 我说我就挺愤怒的,给我叫起来了 当时警察对我挺不客气的 就给我叫出来了,完了就说,我就说 No English 后来警察一看我,就是说他这样,理直气壮的 说他这样,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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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了 他溜溜,他走了 完了之后呢,警察就不跟我说了 说,就不要跟他说了,就赶紧找穿白衣服 这个人,啊,就要哪去找 我就给那个菜姐妹就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呢,他也说不明白 因为我俩都是,刚来大使馆嘛 对大使馆哪也不了解 他就说三坡,我就以为这个公园的小三坡上 因为公园嘛,全是树嘛 晚上我又不敢走进去,我也挺害怕的 我就不知道他在哪儿 喊也没人回答 啊,就这样的事,我就,就又,又 跑到大使馆的下面去找去 结果就是,菜姐妹给那个大使馆的后面过来 所以我就,我就那什么 我就那个,就是错过了和她见面的机会 好,找不着,找不着,菜秀玲姐妹 找不着,菜秀玲姐妹 哎哟,我知道她被警察抓了 哎哟,我真的嚎头大哭 没办法,我就求那个女警察 当时,她那个警察那个,就是门顶上写的 2013,我就求那个警察 我就求那个警察呀,我就求那个女警察 哭着求那个女警察 我就说的,我那个同伴啊,她也听不懂 但是我用肢体语言,可能她也听明白了 我就说她跟我走私了,就没有了 请警察帮我把她找回来 那个女,我就说 我不会硬个类似 完了之后呢,那个女警察呢 她就说 她就,我说 我就摆后手 我说,来来,你跟我,我就去按大使馆的门 我就按大使馆的门,门铃 结果呢,他们都在里面,都看着 他们不出来 后来呢,那个警察呢,就跟我比铃 说,你去上这个大楼里 去找她 后来我就明白了她说话的 那个意思啊,她连比铃 在说,我就上这个警察局去敲 敲门 去上特勤局敲门,我敲门去找 那个菜子妹 我敲门呢,可是这个警察 看见我了,看见我了 她没给我开门 她就比铃手,就是意思 不让我进去,完了之后呢 我一看等了那五分钟 她也不出来,我没办法了 我就回到帐篷里了 就是我没有办法 我太黑了,我也不敢乱找 我就等着吧 我给菜姐妹打电话 她也就不接了 我知道她被警察控制了,也不接了 我说只能等吧 我给两个人打电话 他们的手机也都不开机 也就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等待天亮 只能等待天亮再说 后来呢 我一听外面有动静了 又有警车过来了 这个是蔡姐妹的限制令 蔡姐妹的限制令 警察给她一个限制令 后来警察带回蔡秀灵的时候 我一看的那个大使馆 那两个人又出来了 后来我就给她排片 让我一顿给臭骂 我说你中国人害中国人 你好意思吗 你们是人吗 你们良心何在 我没有店啊 没有店 我说你们良心何在啊 你们这些官老爷们 你们这些官僚 你们这些害人精 你不给我们解决问题 你也罢了 你不能再害我们在美国做监狱吧 是不是 再说了 我们也不怕做那个监狱 美国监狱我也去了两次 所以我们不怕呀 我相信真理一定战胜邪恶的 你说这中国人 这大使馆 对面是中国大使馆 害不害人 他现在做恶多端的 这大使馆 全世界人都在抗议 今天早上 来了一百多越南人来抗议他 他排一个片 他说叫战狼 他战无不胜 哪个国家他都能战胜 可是小越南 比我都到下巴壳那么高 那些女的 人家嗷嗷又嗷又唱 他真的就一点都不敢 跟人家出来都不敢出来 跟人家对话都不敢说 没一个出来的 你说他就对我们中国人 就这么狠 有本事FBI 特勤局就在这 你告用特勤局整他 你告用特勤局手势 你给他限制令 他跑到大门口去 他都没给限制令 他就是特勤局说 大使馆是商业什么地方 他是中国政府大使馆 是商业地方 卖国的地方 怎么是商业地方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我们要想拨回他 还得上他的来拨回他 这个东西 你想他给我们这个东西管用吗 这也是来欺骗我们 来欺骗我们 帮着大使馆来控制我们 那天他告诉警察说 我说要隔着住 我无家可归 我真的没有钱交房租了 我只能就是 就是从朋友借一个帐篷 就安营扎债 在大使馆 直到他给我 无论酷暑还是严冬 我都要坚持下去 我就决心 已经定了 无论是冬天 我也决定隔着跟他死磕到底 他不给我解决冬天 那月 我都